各位好,很感謝各位參與這次香港公開大學人民社會科學院提供的課程 中文榮譽文學士的簡介,希望趁這個機會和大家去簡述一下和文學相關的知識 這次的講座除了我,課程主任王志雄之外 另外,我也邀請了我另一位同事,唐志斌博士,來和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分享 我們這個課程中文榮譽文學士是一個聯招的課程,編號是JS9011 開始介紹我們的課程之前,我想在這裡和大家分享一些文學知識 這次我選擇了新詩,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講一下文學語言和日常語言的分別,並且講一首新詩和大家了解一下特色 文學語言和文學語言和日常語言是不同的 我們一般以為文學是一種語言的表達,最重要是一種語言的偽所 而事實上,當我們讀這些文學作品的時候,我們經常都要留意一下 新詩和我們一般的普通的書信,或者普通的公銜等等 你會發覺他們寫出來的形式,他們寫出來的文字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們讀譬如說詩歌,譬如說小說,散文等等 每一種不同的文體都有不同的表達方式 所以當我們了解文學的特質的時候,我們可以從日常語言和文學語言的分別入手 文學的特點就在於一個語言的藝術 事實上它沒有語言的存在,文學就不會成立了 不過要留意的是,我們文學的語言和我們日常用的語言是不一樣的 這就是文學語言和日常語言的差異 當然,我們傳達訊息當然是借助詞語 借助由詞語結合句子,句子結合段落去傳達訊息 當然,我們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為了向其他人表達自己的所思所想 而日常語言很清楚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令到其他人去了解你到底在說什麼 想通過這些語言去表達你的內心世界等等 這是一個很直接的關係 但是要注意的是,文學的作品就不同了 因為文學作品其實它自己擁有一個獨特的表達的藝術色彩 是重視語言的表達,重視語言的選擇以及配置 它重視的是表現本身 所以跟日常語言,日常語言就是著重交流 著重它說出來傳達訊息的內容 但是文學作品是強調表現本身的 所以兩者是很不同的 而表達是交流的外學 又是交流本身不能分割的一個部分 這就是文學語言和日常語言的不同 我在這裡想跟大家分享一首詩歌 跟大家借助這首詩歌去了解詩 新詩這種特質 當然我們讀文學作品 普遍都會把文學分為幾種不同的類型 例如詩、散文、小說和戲劇 詩歌當然你會設想 看上來它擁有自己一套語法、一套句子等等 而當我們看這些詩歌 可能有點像的就會是歌詞 另外可以設想的是我們看這些詩或歌詞的時候 又和其他小說類的散文類語言的風格又會不一樣 小說我們普遍都可能會設定一個角色 設定一個聚術者去講故事 比如說一個十幾歲的年輕人 或者是一個幾十歲的人 他說的時候說的話當然會有不同的地方 這裡我想講一位台灣的詩人夏宇 他的一首很有名的詩歌 就是《甜蜜的復殺》 大家看到這首詩很短的 你看到就是這麼多了 所以拿這些相對上比較精煉的詩歌 來講這些題目也很適合 大家看看這首詩歌 題目就是《甜蜜的復殺》 《把你的影子加點葉》 《醃起來》 《風乾》 《老的時候》 《下酒》 《詩》本身就是這麼多 當我們讀詩的時候可以採取什麼步驟呢? 我們首先了解一下《詩題》 《甜蜜的復殺》 《詩題》本身已經有一個特殊性 它既是復殺,但又是甜蜜的 這些相對上是具有矛盾色彩的用紙 我們看的時候就會猜測 為什麼是一種復仇呢? 而又為什麼會是甜蜜的呢? 當我們看到這個標題的時候 就會加以詮釋詩歌的句子 對我們會有很大的幫助 大家看到這首詩是兩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醃一些食物 然後把它封乾 另一個部分就是作為下酒菜 看起來就好像很簡單 實際上背後有沒有其他意思呢? 當然我們看到這首詩的時候 很容易可以理解到 它是一種文學的語言 就不是日常的語言 它背後其實是有一個表達 就是表達本身的考慮 我們看到板尼的影子加點鹽 當然我們可以將一些肉類加鹽 然後醃起來,然後封乾 但是首先我們當然是板尼 如果我們將那個句子簡化 比如說板尼加點鹽已經很奇怪 然後再加上板尼的影子加點鹽 影子當然不可能是加鹽 這裡就是有一種違反了常理的表達 當然大家要注意 就是表達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們在這一刻 是固然它是一個不合常理 但是正正是這種不合常理 就是呈現到它那種表達的功效 表達的效果出來 那麼板尼的影子 這裡背後 除了它是一個不合常理 它不是一個真的一件物件來的 影子 那麼除此以外 我們還要留意的就是 影子也是表效 象徵著什麼呢 那麼當然我們 通過推敲就會知道 影子就是象徵著 那個時間 已經流逝了等等 所以這裡把你的影子加點醃起來風乾 不一定是一個真實存在 或者是一種物理的表現 而是一種內心的 一種的呈現 譬如說 這個你 已經過去了的事情等等 就在內心那裡醞釀 經過了一段時間 這樣就去 營造了一種 可能過多幾年 或者過多十年等等 那你重新回望過去 那你會有一種新的理解 那通過了這裡 我們就容易理解後面 就是老的時候下走 那就是 這個 已經過了很久了 可能過了很久 那就是他老的時候 那他以前經過了的種種 到年老的時候 重新再看回 那就是可以下走 那當然這個下走 大家要設想一下 在這種情況下 會有一種下走的關係 還有 我們再看回 當我們看完整首詩的時候 就要看回那個詩題了 叫做甜蜜的復仇 就是甜蜜的復仇 還有這首詩的表現出來 那種的氣氛 它的幻味在哪裡 好 我這裡就很簡單地跟大家分享了一首詩歌 那自拍下來我請 唐志斌博士 也是我們中文課程的一位同事 去分享一下他的和文學有關的題目 好 好 很歡迎大家來參與我們這一場的講座 那我會承接著黃教授的講的內容 就會跟大家分析一下 現代詩的一些欣賞 和創作的小技巧 我就會用泳物詩作為一個例子 跟大家做一個講授 剛才黃教授也提到寫詩 其實就跟我們日常的平時寫公文 其他的書信其實是很不一樣的 那到底有什麼不一樣呢 當我們真是欣賞這些現代詩 真是嘗試去創作的時候 我們又要注意些什麼呢 可能很多同學都會覺得 現代詩其實是不是就是 好像我們上網的一些朝文 就說教你怎樣寫詩 而就是隨意寫一段話 最後加上仗極了愛情 就成為一首詩 就好像以下這些例子說 冷氣師傅就說 這周不會來,下周也不一定,仗極了愛情 那這樣是不是就是所謂的新詩,所謂的詩呢 其實就不是這麼簡單的 我們今天會嘗試用一些榮物詩 做一個例子 跟大家一邊讀一邊想一下 當我們自己寫詩的時候 又要注意些什麼 首先跟大家玩一個遊戲 大家可以在心裡猜一下 究竟以下這些詩 其實是形容什麼事物呢 或者形容什麼呢 第一首詩A其實就說 秋風有多瘦長 你的背影有多瘦多長 是你在空中寫字 益字在空中寫你 其實大家從這首詩裡面會看到幾個特徵 包括秋天的時候出現的一些東西 他們的形象是又瘦又長的 還有會好像在空中寫字 不知道大家在腦海裡 猜不猜到的是什麼的動物 如果大家冰雪聰明的話 應該都很容易猜到 其實就是硬 這首詩其實就是周夢蝶的硬 大家都知道硬是一種怎樣的鳥類 另外其實他們很喜歡在空中出現一些 排出一些好像在寫字那樣的特徵 這個很明顯 在這首詩我們會看到 他所榮的那個物象 他本身有什麼特徵 第二個 我們會看到CB寫什麼呢 只有刺翼而沒有身軀的鳥 在哭與嘯之間不斷飛翔 這個是不是也是在寫著鳥仔呢 你會看到其實他也有很多特徵 就是哭和笑 他沒有身軀的鳥仔 就只有刺翼 只是在哭和笑的時間 這隻鳥仔就會不斷飛翔 其實也是很形象的 雖然大家可能有些抽象 未必很快地猜到 但時間關係其實很簡單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眉毛 我們哭和笑 我們的眉毛都會有一些表情的動作 就好像兩隻 像一隻鳥仔的翅膀一樣 在這裡剪開 在這裡拍動 這首詩其實就是雙琴的五官描寫 你會看到其實他也拿著 他所榮的這個眉的物象 來嘗試來剪開他的書寫 那詩詩就比較易顧 感謝你們對於我小小的存在 還暴雨生命最熱烈的掌聲 其實大家會看到他的生命 只是一個很小的存在 就是體積很小 但是很多人都會用掌聲 來暴雨這個這麼小的存在和生命 其實就是蚊 因為我們拍蚊的時候 會好像拍手一樣 出現一些拍掌的聲音 這些都是台灣私人利壽碟的蚊子 從這幾首詩我們可以得到 第一個榮物的小技巧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寫詩不是天馬行空 亂寫像像極了愛情一樣 其實我們要客觀把握一些客觀物件的特性 而且要用我們的想像 用我們的文字 來逼真地描繪出來 令這件事物的內涵和外形 得到一個統一 這就是第一個我們寫榮物詩的小技巧 也是從欣賞前人的榮物詩裡面得到的 第二個其實就是 我們可以看看故城怎麼寫一些域物詩 這首就是弧線 故城的寫法 其實它用的是一種 耳杖疊加的一種手法 你會見到它在詩裡面 用了四個耳杖 來構成四條不同的弧線 即是曲線 其實這四個畫面 是各自有詮釋的空間 比如第一個你見到鳥兒在疾風中迅速轉向 第二個就是少年去檢測一枚昏蔽 第三個是葡萄藤因幻想而延伸的竹絲 第四個就是海浪因退縮而聳起的背部 你會見到全部都是在這首詩裡面 用四個意象 四個畫面 來刻畫一條弧線 即是曲線 但你見到它們其實面對的情況是不同的 鳥兒在疾風裡面 即是一個很危急很艱難的 很逆境的情況之下 它才選擇轉向 即是由最高的地方 然後飛到下面 少年其實是自願的 自願去因為錢 而去烏低他的身 即是從你明明是伸直一條腰的 變相要因爲一枚的錢 所以你要烏低身 去形成一條弧線去檢測 葡萄藤就是一個喜歡幻想的人 因為幻想而出現的一條弧線 最後這個就是因為退縮 因為怕而出現的弧線 你會見到四個畫面各有不同的層次 也有很多不同的組合 你看到這四個姿態所形成的異象 其實都不只是弧線那麼簡單 而是一個很有聯想空間 令我們可以從裡面得到很多不同的內涵 我們說文學作品 它解讀的空間越大 其實它的文學性越高 你會見到這首故城的詩 其實就通過四個對於弧線的一些聯想 刻畫了鳥、少年、葡萄藤 和海浪的姿態 來營造出一種言盡無窮的效果 從這首詩我們又會見到第二個域物的小技巧 就是我們其實原來寫詩的時候 都可以嘗試運用一些意象跌加的手法 令到客觀的事物更加有我們自己的感情 譬如我們要榮的是一條弧線 好像故城一樣 我們可以用詩題作為一個中心 作為一個擴散式的思考 嘗試將我們腦海裡 想到弧線的一些畫面 一些想像 將它排比成句 從而就可以產生一種 令讀者有很多其他的體悟 或者他這麼能夠明白 為什麼你要把這四個畫面放在一起呢? 而且這種排比的句式 也會令到我們寫出來的詩 更加有一種節奏感 第三個小技巧 其實就是剛才黃博士說到 新詩的語言 即現代詩的語言 和其他我們寫形容文的語言 是很不同的 這種語言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都可以通過一些訓練 自己想出來 就是我們要想一下 我們寫詩的時候 怎樣用一個很精煉的 不是每個人都會用的字 來表達我們的感情 那怎樣可以訓練呢? 其實我們可以通過多閱讀 我們可以多看一些不同的詩 但是看詩的時候 不要只是水過壓背 看完就說 有時候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我是作者 我又會怎樣用這些字呢? 他用這些字究竟有什麼意思呢? 那你通過玩一些填空的遊戲 其實可以慢慢培育自己 這種文學語言的掌握 譬如這一首羅英的窗內 其實他也是一首榮物詩 他所榮的 就是一個廚窗裡面的女性公仔 你會看到他用什麼來形容這個女字呢? 其實他就是用銀器 銀器 你會覺得是怎樣呢? 就是一種 閃閃發光 好像在廚窗公仔 好像很多聚光燈之下 令到他閃閃發光 很多人注目 但是他開不開心呢? 你看到他會倒出的是牛奶食的優秀 牛奶食也是一個很不常用的搭配 我們很少會說我們的優秀是牛奶食 但是你就會細心想一下 究竟牛奶食的優秀是怎樣呢? 它是一種怎樣的情況呢? 你會看到他還幻想到這個廚窗公仔 開始慢慢步出這個廚窗 明明是很簡單的一些很普通的 我們每一天都市生活都會聽到的 汽車喇叭聲 竟然成為地獄彼岸的一種象徵 你會看到他很害怕這個都市社會 其實都隱喻了很多女性 可能長期在家裡要照顧小朋友 做家務 其實好像跟都市社會 越來越脫節的那種隱喻 這種技巧其實是一種陌生化的語言技巧 出自當然是俄國的形式主義 最有名的是使石頭起來 石頭我們不會用石頭來形容 但通過我們用石頭來形容 會產生一種超常搭配 對常規常識有一種偏離 令讀者有一種語言理解 和感受上的陌生感 從而產生一種更多的思考 令到你們寫的詩歌或者文學作品 更加有自己個人的特色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我們交給黃博士 為大家講一些課程的內容 多謝黃子彬博士 剛才他提到很多關於新詩方面重要的課題 譬如說議長 議長我們一般都會認為很難在詩歌那裡運用議長 尤其是通過這些很實在的 無論是視覺或者聽覺等等不同的議長的話 可以製造到很豐富的語言效果 當然剛才提到陌生化的問題 問題呢 亦都是和表現那樣東西有關 即石頭的例子 大家希望都同意 這個表現的特色 即文學是要表現的 OK 我們自發下來 就和大家簡單地去介紹一下這個課程的特點 請等等 我們這個中文詠譽文學士 就是人民社會科學院提供的一個四年制的課程 這個課程的宗旨就是希望加深同學對於中國語文和文學的認識 這裡我們是涉及兩個範圍 第一個範圍就是應用層面 希望同學在應用方面 無論是應用文、語法、傳譯、新聞等 這些與應用有關的訓練是足夠的 除此以外 我們亦希望同學在不同文學的類型 例如詩、散文、小說等 有足夠的認識 希望這兩方面 訓練同學、溝通技巧、提升語文水平 提升各位文學的素養 在中國文學的領域 我們這個課程 希望培養同學對文學作品的賞識和批評能力 涵括的是包括了古典和現代的作品 剛才提到譬如詩歌、散文 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都會講手 除此以外我們亦會討論相關的文學理論 我們希望我們的同學能夠全面掌握語文、文學 以及在一年級的時候 去講一些中國文化的基礎知識 希望在各個方面來培養同學 在中文領域的認識 我們這個課程的結構 與我們大學的一般結構相約 需要完成160個學分 我們主修科都需要完成的 除此以外 同學需要去修讀十個學分的英語能力科目 十個學分是選修科 這裡所謂中文專業議案的科目 是指其他的選修科 我們一般都會安排同學去讀一些和文學 或者和中文有關的科目去做一個呼應 譬如說 我們會選擇一些 創意、戲劇等一類的科目給大家 不過要留意的是 我們這個選修科是每年都不同的 我們會因應每年不同的情況去考慮 會在開課前公佈 除此以外 我們也會提供20個學分通識科給大家 通識科是同學可以在不同的領域去修讀 譬如說你可以選擇商業 可以選擇科技等等這些通識科 具體的安排我們會在開課前公佈 我們的主修科有百多分 大家看到範圍主要有四個不同的範疇 剛才提到語言和應用 同學需要讀英文文、語文通論 語文通論是一些語文方面的基礎知識 例如漢字的認識 例如語法等等 例如語音這些地方 剛才提過我們需要同學去讀一些傳異技巧 事實上剛才也提過 文學或者語言本質上是為了溝通 所以傳異技巧是我們希望訓練同學的一個部分 除此以外我們也希望同學在古典文學方面有足夠的形式 所以我們也安排了古代漢語概論去幫大家修讀這些古代文學 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這兩個部分是我們比較著重的 同學你會看到我們古典文學的部分除了有散文 有詩詞、有文學批評這些部分 而現代文學也有散文 在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專題裡面 也會有紳詩和小說的討論 而我們除了希望同學能夠在應用層面滿足一般的需要之外 也希望在研究方面有足夠的訓練 因為事實上我們有很多畢業生都會繼續進修 所以這些研究訓練是必不可笑的 同學你會看到我們有互聯網在研究上的應用 有人民學科研究方法、論文寫作 以及文獻目錄學這些和研究訓練有關的方法 我們很多畢業生都會進修碩士 以至於博士的學位 所以這些研究訓練可以說是必不可笑 我們畢業生的出路就多元化 當然大家可以讀這個課程的時候 可能都會想一下 我之後讀完完成這個學位之後 會有什麼出路 我們比較多的同學 當然會是語文教育方面 也會是編輯和出版方面 但事實上除了這些比較常見的出路 大家都可以留意 我們完成這個學位之後 也可以譬如說進入做公務員 又或者是一些私人公司的宣傳部門 也是有的 事實上我們很多畢業生完成這個學位 剛才我們提到這個課程是有新聞廣告這些科目 我們看到我們的畢業生是之後去其他不同的公司 去負責公共關係的部門 去足以應付的 傳媒工作 除此以外也有很多同學會繼續進修 剛才提到 除了碩士之外 也有很多我們的同學 一方面是進行他們的教育工作之外 也會去修讀教育文化這些學位 我們的畢業生出路就多元化 接下來我們再請回唐子敏博士去介紹一下 我們同學的一些活動那方面 好,接下來我們會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些學系的活動 以及一些大學的生活究竟會如何 大家都知道我們來大學讀書 除了讀書之外 其實大家的學校的生活 大家怎樣跟其他同學相處 怎樣一起讀書一起玩 其實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大學生活的部分 我們公開大學其實中文系也有自己的一些學會的組織 每一年其實我們都會舉辦一些形身營 營身活動 讓大家其實剛剛可能離開中學 開始入讀大學 可能人生路不熟 可能那個朋友又不認識 同學仔又不太認識 而且又可能不知道科目怎樣選 或者在大學讀書要注意些什麼事情 其實全部都可以通過營身的活動 問一些師兄師姐 祖爸祖媽 以及和你們的同學有一個很快 很迅速的熟絡的機會 到大家真的開學的時候 當然就會更加融洽 我們中文學會其實大家的凝聚性都很高 你會見到我們會有很多的數T 就是我們學會的衣服 也會有很多的營身活動 每一年其實都會有這種的營身活動 當然這一兩年我們因為疫情的關係 其實這些活動都沒辦法舉行 不過我們都是可以預知 將來一定會慢慢恢復過來的 那你會見到大家一群人在這裡玩 那種感覺是很開心的 這些全部都是形身形的一些照片 那除了形身形之外 我們開學之後 其實學會都會定期舉辦一些聚會 那這些就是我們學校的一些聚會 你會見到在課室裡面 都會玩一些的遊戲 一些的活動 也會大家可以夜晚或者下午的時候 都有一些交流的機會 那除了一些活樂的 或者一些的營身活動之外 我們的學會其實都會有一些文化方面 出版方面的康物 那譬如中文學會 每年都會出版這個小雅 那每年的主題都不同的 歡迎大家投稿 那會在大學裡面印刷 也都會給其他人看到大家的一些文學作品 那其實都是一個學而自用的機會 因為中文系 除了我們讀文學的研究 文學的欣賞之外 都會涉及一些文學的創作 包括怎樣寫散文 怎樣寫小說 怎樣寫詩 甚至乎古典的詩 其實我們都會有教授 或者會教大家怎樣寫一首律師 怎樣填一首宋代詞 那這些其實都可以學而自用 放回去我們出版的康物 跟其他同學分享 那當然除了大學的活動之外 我們還有一些對外的活動 就是除了內部的大學交流之外 我們還有一些外部的交流的機會 包括我們每年都會舉辦的一些遊學團 當然都是疫情關係 這幾年都沒有辦法 可以很如期地去到這些遊學團 或者交流團 但是我相信很快的將來 就會很快恢復 這個19年我們就會 由我們的老師帶隊 去參觀一些 粵劇文化相關的項目 甚至乎我們會邀請一些粵劇的泰豆 來幫我們帶這個團 很深入地和各位同學 認識粵劇的文化是怎樣呢 深入去到廣東省的地方 看看粵劇文化的起源 怎樣演變 他們有什麼推廣 其實很多同學去完之後 都慢慢對粵劇產生很濃厚的興趣 我們學校其實也有開辦相關的課程 除了去遊學交流完之後 回來還可以再深掃一下粵劇方面的文化知識 每年我們都會有內地台灣的這些遊學團 是比較常見的 除了內地台灣這些 講中文的地方之外 其實中文系的同學 是不是很局限一定要去內地台灣呢 其實也不是的 我們都會舉辦一些 和外國相關的交流團 比如這個就是去澳洲的交流團 還有去英國的交流團 這些都是19年比較新的交流團 還有羅馬利亞的交流團 其實大家會覺得中文系 是不是跟這些地方的交流 或者文化會比較少呢 其實不是的 因為中文其實也是一個很國際性的研究領域 不同的東歐國家 羅馬利亞 或者歐洲國家 大家都認知的英國 這些其實都有所謂的東亞系 或者韓學研究 相關的專家學者 所以其實中文系的同學去到這些地方 若可以得到很多不同的知識 當然除了中文之外 其實所有學科 其實都是有一個多元交集的幫助 很多同學去完羅馬利亞 去了一些戲劇的節日之後 其實回來 對於文學的欣賞 或者對於他的學習 其實都一樣會有幫助 因為其實大家都是文學 無論是外國的文學 還是中國的文學 其實都有他研究上 或者我們解讀上 共通的一些地方 除了交流團之外 我們還會定期舉辦一些 學術會議 以及研討會 例如這個就是推陳至新的研討會 主要就是請了很多的專家學者過來 大家一起討論清末文初的文學 和文化的一些相關課題 裡面其實有很多都是國際知名的學者 同學如果有興趣的 都可以參加這個會議和研討會 從中可以得到很多新的 最新的學術成果 還有文學批評於人生的文學講座 這是和明報協辦的 都會請了很多的作家 很多的專家學者過來 就著相關的議題來做一個分享 做一個講手 還有作家的講座 每年我們都會請一些作家過來 和各位同學分享一些寫作的心得 包括最出名的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 莫言都曾經來到我們學校 為大家感受一些寫作的心得 關於他自己的一些魔幻現實主義相關的分享 還有很出名的台灣文學家 八仙蓉教授都曾經來到我們公開大學 為各位同學分享一些他自己的心得 還有香港文學的代表 劉爾暢先生 之前都曾經來過我們的大學 還有最新的駐校作家計劃的董啟章 他來了我們學校都有兩個幾三個月 每一個星期都會定期約見一些同學 和大家真是很仔細的 很深入地去互相交流一下 到底寫作的心得 要怎樣寫作 或者同學有些什麼寫作的疑難 其實都可以在那個時候 和董先生有一個很直接的交流和溝通 譬如你遇到一些什麼寫作的困難 可能經驗豐富的董啟章先生 其實都可以用他的經驗 點撥一下各位同學 怎樣寫作 可能聽完之後 很容易就會茅身遁開 明白將來的寫作路可以怎樣發展 怎樣走下去 還有一些中國的科幻作家 這個也是很有名的 陳秋帆先生 曾經拿了很多科幻文學的大獎 也來到我們學校 其實跟大家講一些科幻小說 流行文化書寫的相關課題 還有香港的李淳欣先生 也是一個多媒體的創作者 有寫專欄、有散文 也有很多其他藝術相關的寫作 也曾經來到我們香港公開大學做一個熱講 近年我們的學生其實在文學獎方面 也得到很多的樹榮 也有很多的肯定 除了他們會自己在校內的出版 刊物發表自己的作品之外 其實他們都很積極去參加一些公開的比賽 甚至乎得到很多的肯定 獎項的肯定 譬如2019年第45屆青年文學獎 我們的畢業生王哥就憑著他的原創作品 阿九和雪晴山分別得到 散文高級組的亞軍和小雪高級組的優異獎 這個成績是非常值得肯定 我們全校的同學和同事都覺得很古謀 除了一些現當代的文學之外 剛才也提到我們的課程會教大家寫 律師或者一些古體詩 我們的學生也曾經得到過一些獎項 譬如這個全港詩詩創作比賽 我們的學生楊惠誠也曾經得到一些律師組的特別獎 我今天的分享大概就到這裡 大家如果對於我們課程的內容有什麼疑問 其實歡迎隨時可以找我們的課程主任 就是剛才的王志雄教授來做一個查詢 電話和電郵就在這裡 如果對於我今天講的內容有什麼意見 都可以和我聯絡 我們將這個時間交給王教授 我們時間上還有幾分鐘 看看大家會不會想提問 歡迎大家在問答那裡去留言 我會在口頭上回應你們的提問 大家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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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